时间来到11点29分 一起来关心今天 5月17号礼拜五的娱乐线上 小鬼黄鸿生 他的最近专辑叫做超有感 即将要在5月24号发行 滚石唱片为了要烘托 黄鸿生小天王的气势 特别在台北西门町 包下了户外大型看板 昨天呢正式揭幕 小鬼也站上了吊车平台 原本只是以为做做样子啦 拍个照喔 结果没想到真的要升上去了 小鬼忍不住大叫喔 我们来听听他当时的心情 我刚刚上去那个车子的时候 我大喊了告诉大家 我说我不要当什么亚洲小天王的 太高了好可怕 真的很高 而且我刚刚以为就只是升上去而已 没想到到对面这一层楼的四楼高 但其实我们在四楼看下去 其实是还好的 可是因为我在那上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保护 所以我就有点紧张 不过这个紧张归紧张 小鬼还是顺利的升上了四层楼 在自己的大型海报上面签名 而且签完名之后 小鬼觉得呢格外的有意义喔 因为站上这个高处呢 往下看还觉得蛮有气势的 原本的紧张呢就变成开心 小鬼开玩笑的说 要当小天王就要体验这种 高处不声寒的感觉 看来他昨天的心情喔 真的是非常的复杂 优优独播剧场 ejercicios 按 每 awesome 链